嘿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帶來的究讀時間啦 這次要介紹這本書是 《惡邪 Bad Blood》 這本書主要是講一個真實故事 那就是 一位19歲的史丹佛化工系學生 因為從小害怕針頭 而誓言要改變整個血液檢測產業 決定錯學創業 最後創造了一家 估值90億美元的血液檢測公司 而這名錯學生 自己的身價則超過了40億美元 一夕之間成為矽谷最耀眼的明星啊 然後鎮影公司就倒了的故事 揭發這整件事的人呢 也就是本書的作者 是一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約翰·凱瑞魯 他曾經跟他的團隊一起獲得了 2003年的普利茲獎 當年他們就是靠著 揭發美國企業的醜聞而得獎的 那麼這本同樣是描述一樁 企業醜聞的惡邪 講的又是怎樣的一個故事呢 時間要回到2003年 故事的主角伊莉莎白·霍姆斯 當年才19歲 就毅然決然從史丹佛大學載學 開始了他的創業冒險 就像很多懷抱夢想的矽谷創業家一樣 伊莉莎白也希望自己有一天 能夠成為像賈伯斯那樣改變世界的人 那說到這個創業啊 總是要有一個核心的idea嘛 伊莉莎白這個 他認為將可以改變世界的點子就是 血液檢測就是厭血啦 那說到厭血嘛 我馬上想要的就是 護理師用針頭插進你手的靜脈裡面 然後抽血 再送去實驗室裡面進行化驗對吧 而伊莉莎白也希望呢 這個過程能夠不需要用到 這麼大的一根針頭 只需要一個神奇的小貼片 這小貼片上面有一根很小很小的針 貼上去以後就可以採集一點點的血液 並且用這個貼片上面的神奇晶片 去分析你血液裡面的化學成分 接著貼片還可以自動根據檢測結果 來釋放藥物進行治療 並且進一步把資料無限傳輸給醫生做診斷 聽起來超神的對吧 他還在史丹佛念書的時候就有這樣子的點子 還真的花時間把這個流程給設計出來 然後拿去申請專利 接著就直接載學跑去創業開公司喔 他的公司名稱叫做Theranos 就是Therapy治療和Diagnosis診斷 兩個單字合在一起 也就是他希望呢 這個神奇小貼片能夠做到的事情 紙上談評當然很簡單啊 用一個神奇小貼片 才幾滴血就可以做一堆的血液檢測 還可以自動放藥治療 要說大家都會說嘛 但實際是要做出來又是另外一回事囉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傳統上每次驗血的時候都需要抽一大管血呢 主要有幾個原因啦 第一就是 因為如果要測的項目種類很多的話呢 就是不是會用到多種不同的儀器嘛 那需要的樣本數就會比較多了 第二是 抽血的血液裡面呢 會有一些細胞的殘骸來干擾 影響你檢測的準確度 如果說血液量太少的話 這個干擾就會變得很顯著 整個檢測就沒有意義了 更不用說你還要數據分析 還要釋放藥物什麼的啦 果然沒多久 伊莉莎白就發現 她這個貼片想法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行啊 連試做出一個雛形都做不到啊 但是呢她還是堅持 希望能夠只用少量的血液來做檢測 於是呢她只好退而求其字 只做血液檢測 不做後面的治療 但還是堅持一定只能用極少量的血 所以她打算改用一種叫做微流控的技術 微流控顧名思義就是在很微小的尺度上面 來做控制流體的一種技術喔 大家都應該玩過這種爬格子的抽籤方式吧 欸就有一點點像這樣子啦 每一條線就像一個小小的渠道一樣 那藉由設計這個渠道的路線啦 砸門啦 來對極少量的流體進行控制 這個就是微流控的基本概念啦 她就打算設立出一種卡夾 然後裡面呢有一個微流控的晶片 然後用指尖紮針的方式 在患者的指尖上面採取極少量的血液 然後用這些寫去跑那個微流控的晶片啦 接著呢在晶片的尾端放上各種各樣的化學試劑 那血液如果留到這一格 就跟這個裡面的試劑做反應這樣子 然後再把整個卡夾送進一台機器裡面去做數據分析 但是呢怎樣設計都不停的碰壁啊 她本身也只是一個大學錯學生而已 根本不知道怎麼樣處理這些技術性的問題 即使她是請來真正的工程專家也徒勞無功 以現在技術來說實在是太難辦到這件事情啦 但是喔即使內部的實驗不斷失敗 伊莉莎把對外呢還是不停的誇大自己公司的成果 不停宣稱說他們試驗結果很成功 他們將會世界帶來巨大的改變這樣子 就靠著她的三寸不爛之色 她說服了一大票巨星級的投資人 那個陣容拍開來簡直嚇死人了 賴瑞·艾利森 甲骨文公司的創辦人 魯伯·梅朵 新聞集團和21世紀福斯公司的董事長 史特夫·如爾維森 他是Hotmail Tesla跟SpaceX的早期投資人 史丹佛工學院的副院長錢林·羅伯森 兩位美國前國務卿 喬治·舒茲和亨利·季辛吉 柯林頓時期的國防部長威廉·佩里 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司令 後來成為川普的國防部長的詹姆士·馬提斯 全部都是她的投資人 他就靠著不斷的誇大研究成果 拉攏一票的政商名流 進到自己的董事會裡面 讓他和他的公司 一舉成為矽谷最耀眼的一顆心啊 好 但是說到底 該解決的技術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 直接造假就好了嘛 他呢 在向投資人展示到技術的時候 會先用針 紮一下對方的手指 針的取得這個微量的協議樣本 然後呢 放進他的卡夾裡面 送進讀卡機中 這時候呢 電腦螢幕就會開始顯示說 欸 協議在卡夾裡面 流過這個微流空技術的晶片 一一流往指定的小景裡面 去做化學反應這樣子 然後這個螢幕上就會煞有其事的 開始跑各種各樣的檢測 接著 電腦就會跑出最終的檢驗結果 而且看起來還沒什麼問題喔 那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很簡單 其實 後面這個檢測畫面 根本就是預錄好的畫面而已 根本就不是現場的這個實際檢驗數據啊 簡單來說就是 播影片給人看而已 但是就這樣子 他們又騙到了一輪新的投資者 後來呢 因為技術限制的關係 他們最終還是決定 啊 不要用什麼鬼微流空技術了啦 改用一種很低端 很簡單的技術 就是呢 單純的用微量吸管 把這個協議給吸起來 然後直接分別滴在不同的微小試管裡面 去做化學反應 沒錯 這件事情呢 其實你用手就可以做到了 尤其是 如果說你是讀深科相關科系的話 應該每天都在做這件事情啦 只是說他們把這個流程呢 用機械手臂取代掉而已 更好笑的是呢 他們是跑去買市面上的一種 用來分布膠水的機器人 把它稍微改裝一下 在這個機器手臂上面呢 加裝上一個微量吸管 然後呢 跟一台傳統的協議分析儀綁在一起 包在一個漂亮的外殼裡面 就這樣子 一台革命性的新產品就誕生了喔 他們給它取了一個非常浪漫的名字 叫做愛迪生 更有趣的是 為了讓這台愛迪生看起來很厲害喔 伊伊莎白呢 還特地從蘋果公司挖角來 一位重量級的設計師 來幫這台愛迪生穿上漂亮的外殼 簡潔的線條搭配上黑白相鮮的配色 加上呢 前面那一塊顯示者跟 iOS系統有幾分相似的這個操作畫面 你不說我懷疑 我就說蘋果公司又推出什麼新產品了咧 總之呢 伊伊莎白有了這台外觀時尚的產品以後 又有東西可以拿去嚇唬投資人了 而這台愛迪生啊 其實根本就是金玉其外敗去其中喔 前面說好 它其實就是一台 分布膠水的機器手臂 然後黏上一個微量吸管 再接上一台傳統的分析裡的拼裝機而已啊 而因為是拼裝機 這個機器手臂呢 就無法很精準的把微量吸管 插進這個洞裡面 常常就造成吸管的損壞 所以呢 實驗就會產生巨大的誤差 所以這台機器呢 其實這出來的數據也幾乎都是錯的啊 但也沒關係 伊莉莎白還是有辦法 那就是直接假造數據就好了嘛 然後繼續跟投資人騙錢 欸 這個已經完全是詐騙的行為了吧 這時候呢 連他的員工都開始看不下去了喔 有些人真的良心過意不去 開始決定離職 而離職的時候呢 公司還會要求你去簽這個保密協定書 不准你向任何人公開公司裡面發生過的事情 否則他們將會提告 而且這個提告不是說說而已喔 他們前來的律師也是矽骨首屈一指的王牌律師團隊 這導致呢 這些員工在事後跟這本書的作者爆料的時候 遭到無止境的騷擾跟控訴 E-Sub就靠著這樣子不斷的哄騙投資人 終於迎來他們公司的這兩筆超大合作案 就是呢 和美國第二大的 年一月而破千億美元的連鎖藥局 Walgreen 以及呢 北美第二大的連鎖超市 Safeway的合作案 這兩家企業呢 準備在自己的門市裡面 設立一個醫療專區 提供人們快速便捷的驗血服務 好啦 這下好了 原本你機子就算再爛 也勉強可以說我們還在測試階段 但是呢 這是真的要合作的 這下終於斷出真材實料了吧 結果很可惜 並沒有 Pheranos還是無法突破紀錄上的限制 愛迪生測出來的數據還是很哩哩啦 而且呢 也沒有辦法跟 Elizaba 向投資人宣稱的 可以測200多種檢驗 實際上只能測不到20種 而且還完全不足 Elizaba 在完全知道 愛迪生不可能完成 這項重大任務的情況之下 就結了這兩個案子 那怎麼辦呢 只好馬上著手開發新的機器啦 這台新的機器叫做Mini Lab 這台Mini Lab呢 其實也根本沒有什麼新技術 工程團的目標就只是 想辦法把市面上現有的 血液檢測儀器給它縮小 然後塞進一台小小的機殼裡面 這樣就好了 但即使是這樣子 也面臨一個巨大的難題 那就是散熱的問題 機器運作一定會產生熱嘛 而把一堆儀器 塞進一台小小機殼裡面呢 散熱問題就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而溫度升高以後 時間就會變得不準確 就等於白費功夫了嘛 所以最後呢 這個Mini Lab的計畫 也以失敗告終了 於是Elizaba 只好一拖再拖 這一拖就是三年過去了 原本要合作的這個Safeway 已經受不了了 決定取消合作案 只剩下Walgreen 還是願意跟他們合作 但顯然他們已經開始失去耐心了 那怎麼辦呢 Elizaba 決定 還是繼續造假下去啦 他先向西門子公司買了 許多現成的協議檢測儀器 然後請來幾名工程師 把這些機器拆開來進行改裝 原本這些機器在檢驗前 都會先把協議樣本給稀釋掉 但是在正常情況之下 當你有一整管的協議的時候 這樣稀釋是沒問題 而且有必要的 但是他請來這幾名工程師 居然是要在這道稀釋步驟之前 再加入一個稀釋的步驟 原因是 他們採取的這個指尖協議量 實在是太少啦 根本就不夠機器去跑 所以只能這樣子做 但這樣子就讓檢驗結果變得更不準 甚至在某些檢測裡面 還測出了只有死人 才可能會有的超高遺常數據 更可怕的是 病人的協議樣本的運送 居然是用快遞的方式 這些協議樣本就這樣被送到的機場 雖然說是有裝在這個冷藏箱裡面 但是你想想看 夏天的時候 在熱騰騰的柏油路上面 它還是會讓協議產生變質 有的時候 送到實驗室的時候 都已經變成粉紅色的 但即使是這樣子一團亂 E-SHAB還是決定 就這樣讓產品上線了 還很風光的 跟Walgreen舉辦的剪彩儀式 果然沒多久 各種各樣檢測不準的反饋 開始湧進來 有的病患又會被通知 數據異常而開始擔心 自己是不是得了癌症 請家人去醫院做各種各樣的檢查 結果發現根本就沒病啊 嚴重影響他的心理和工作 財務上也出了重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美國那個自費檢測費用有多可怕 甚至有醫生 因為看了Theranos提供的檢測報告 打算給病人提高他原本的藥物劑量 好在這名醫生 還有先懷疑了一下 把協議拿去給專業的實驗室檢測 結果發現根本沒問題 不需要增加劑量 病人才躲過一劫啊 後來他們終於受不了了 為了提高這個檢測準確率 只好讓前來做檢查的民眾 除了因為原本這個指尖扎針的方式採血以外 還要另外用傳統方式來抽一管血 那不就跟你當初宣稱的完全不一樣了嗎 像這樣子的案例 跟報應開始排山倒海而來 但是伊麗莎白沒有選擇回頭 而是要求員工把這些消息全部封鎖在公司內部 誰敢洩漏出去我馬上告訴你 在網路上也開始用機器人把負評統統給洗掉 但就在這一切混亂發生的同時 伊麗莎白一方面還不斷接受各家媒體跟雜誌的採訪 宣稱說Theranos已經達成了醫學界的革新 只要用指尖扎針 取幾滴血就能夠做幾百種的檢測 並且能把他自己在螢幕前塑造成一個 矽谷的創業傳奇的形象 不斷說著他的創業理想 說他說他希望有一天家家戶戶都能夠在自己家裡面 做快速、可靠、而且不用抽這麼多血的檢測 自己的發明將會改變世界 他甚至會開始在螢幕前刻意壓低自己的音調 以顯示出他的權威感 這就是當你工作要改變的事情 首先他們會覺得你瘋狂 然後他們會戰鬥 然後突然你改變世界 還開始模仿他的偶像賈伯斯的穿著 也請來這個蘋果御用的廣告公司 來幫自己設計廣告、拍形象照等等 這間公司就這樣子靠著數據造假、公關包裝 慢慢的累積名氣和資金 最終就成長成一間估值高達90億美元的公司 伊沙白他個人擁有公司一半的股份 身價也突破了40億美元 瞬間成為了媒體的新寵兒 大家開始紛紛稱他為下一個賈伯斯、下一個比爾蓋茲 甚至連當時的副總統拜登都親自前往Stanus的總部 要來見一見這位年輕有為的創業家 伊沙白當然不能夠錯過這樣子的機會嘛 但你總要有個東西拿來展示吧 於是他趕緊調來十幾台愛麗茲的機器 放在他的總部裡面 並且特別規劃出一個假的實驗室空間 沒錯 就這個假實驗室空間 來讓副總統好好的參觀參觀 你看連這種事情都幹的出來 但是泡沫總有破裂的一天 紙中就包不住火 有專業的醫療從業人們開始質疑這家公司 欸 奇怪你們真的有這麼省嗎 於是他們開始找這間公司所提出的一些科學報告 發現根本就找不到 唯一的一篇論文還是刊登在一個 義大利的網路期刊上面 而且還是那種 只要你付錢就可以刊登的那種期刊啦 於是就有醫生在自己的部落格寫到這件事情 也因此引起了本書作者的注意喔 同時呢 Theros的員工也開始一個一個看不下去 公司這樣子的做法 憤而離職 其中只有少數幾個人勇敢站出來 向本書的作者來爆料 公司罔顧病患的權益 提供他們錯誤的檢測數據 對病患造成極大的危害 而對此呢 伊莎白還是採取一貫的做法 只要敢向媒體爆料 馬上律師團告訴你 事情就這樣子越演越烈 甚至啊 伊莎白開始拉攏 作者工作這間華爾街日報的母公司的董事長 來投資Theranos 加入公司的董事會 試圖用大老闆的權力 來把這篇報導給壓下來 這個大老闆 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 新聞集團和21世紀福斯公司的董事長 澳洲媒體大亨梅朵 但是呢梅朵只是淡淡的回了他 嗯 我相信報紙編輯會秉公處理的 他完全沒有介入作者的整篇報導內容 於是 在2015年的10月15日 作者這篇報導看出來了 標題是 最有價值新創公司的掙扎 欸標題開始很輕描淡寫嘛 但是呢 裡面的內容卻狠狠的重創了 Theranos之前試圖在媒體前面建立的形象 緊接著就是監管單位的機查啦 一查不得了 之前公司根本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甚至連保護員工的實驗室安全規則都沒有 於是當場沒收了他們採集協議樣本這個小小容器 意思呢就是讓你直接不得繼續做協議檢測啦 至此呢 伊莉莎白正式跌落神壇 最後他們光是在亞利桑那州這一週 報廢的檢測結果就高達100多萬件 對無數病患造成難以想像的傷害啊 那Walgreen呢後來也對Theranos提出了訴訟 說Theranos詐騙了這些投資人 好險他們當時和Walgreen的合作還算是試營運階段而已 他們原本打算接下來要在全美國當時8000多家分店 全面部署Theranos的小型檢測中心的 要是那真的完成的話 想必有更多的受害者了吧 2018年9月 之前公司正式停止營運 伊莎白本人也遭受多期的民事和刑事的訴訟 順帶一提喔 這件事情HBO也有拍成紀錄片 好像下禮拜剛好就要首播了 看完這個故事之後 一時之間真的很難相信它發生在真實世界的啊 真的 我看完這本書之後一直有那種 看完一本小說的感覺 因為內容實在是太曲折離奇 你要編劇來寫都很難寫出這麼有戲劇章藝的腳本啊 因此呢 這本小說 不是 這本記錄Theranos公司醜聞的真實案例 也已經計畫要翻拍成電影了喔 主角伊莉莎白還是由珍妮佛勞倫斯來主演 導演是大麥空的亞當麥凱 真的還滿期待他上映的啦 看完這本書之後 讓我想起了最近很紅的一部影片 就是一位大學教授他告訴學生 為什麼不該作弊的這個影片喔 這位教授說呢 很多人說不該作弊是因為這對其他學生不公平 但是其實不是原因 也有人說這樣子會損害效率 但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他說啊 你不該作弊的原因是 學生時代是建構起一個人為人處事的重要階段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就習慣了作弊 投機取巧 超捷徑的話 那人是一種習慣的動物 如果你連學校 課業這種事情都習慣偷吃部 那接下來面對更多更困難的挑戰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呢 當你隔壁工作的同事 和你負責不同項目 你沒東西可以超的時候呢 最終你還是會選擇習慣的方式 偷吃部啦 航空公司偷吃部做出來的飛機 你敢搭嗎 食品公司偷吃部做出來的食品 你敢吃嗎 協議檢測公司偷吃部做出來的檢測方法 你敢信嗎 其實我相信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eSava 也許是真的有心想要改變世界的 但是當他面對現實的壓力 技術上無法突破的困境的時候 他沒有選擇坦然面對 也沒有選擇放棄 而是做了最壞的選擇 偷吃部 最後就落得這般的下場了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本書的內容 這本書說真的還滿厚的 我也看了很久啊 但是內容真的非常精彩 那如果您也喜歡像這樣子的說書節目的話 可以到Press Play 上面訂閱我的專案喔 我那上面已經做了20幾本的說書節目啦 都是YouTube頻道上面沒有的獨家內容喔 用音檔的方式來方便你收聽 接下來那邊也會持續的更新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下面連結看看啦 最後呢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留下一個讚 訂閱鈴鐺 跟鈴鐺 關鍵都別忘了囉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